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福昌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 受到世界各国的注意 在会中中国总理李克强发表了首次施政报告 其中对于未来的国防发展 内部安全以及空气污染问题 有许多新的规划值得我们探讨 而印度的国会大选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目前执政的印度国大党 虽然推出身价不凡的43岁黄金单身汉 也是政治世家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五代传人 拉胡尔代表国大党角逐这次的总理宝座 但是国大党的贪腐形象 以及频频的施政成绩 让拉胡尔的胜算大打折扣 而来势汹汹的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小老百姓党 都推出了形象不错的候选人 预计这将是一场激烈的选战 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追踪整个选举过程的发展 最后我们还要和您一起来了解 著名的游母民族贝都英人 贝都英人自称为陀明 因为罗陀是他们在沙漠中生活的好朋友 但是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 贝都英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今天我们就要以在埃及以及以色列经验的 贝都英人为例来做了解说明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定 这次人大会虽然一开始就有昆明砍杀事件的搅局 但是会议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顺利圆满的举行 这次会议有三个焦点政策 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一国防预算持续增加 过去三年中国的国防预算 都与两位数字持续成长 今年也不例外 预计将编列1318亿美元 大概是台币三兆9540亿 比去年增加了12% 中国这种大幅提升国防预算的做法 是为了满足它的军事强国的计划 这会不会威胁到东亚和朝鲜半岛的安全 让美国、日本、南韩和台湾感到相当担心 第二重视内部安全政策 人大会将今年的公共安全费用 定为335亿美元 相当于一兆050亿台币 又是一笔庞大的预算 不过根据中国财政部过去的公告数字 中国自从2011年开始 连续三年的公共安全支出 都远高于预算所编列的数字 甚至还比军事支出还要高 这说明了中国政府相当重视内部的稳定 特别是对于僵毒恐怖活动的控制 将是未来内部危安的重点 第三改善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已经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 甚至也影响到周边国家 因此在这次人大会中 决定要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 严格控制煤炭消耗量 借此来改善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来自各省三千名代表 一人一把号 带着各自背负的使命 坐火车 搭飞机 纷纷赶往北京 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 第十二届第二次会议 从五号到十三号 人大一连八天开会期间 预计要审议的六项报告 从政府预算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都包括在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总理李克强是会上两大主角 而这次会议也是李克强接任总理后 首度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李克强表示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调整 中国也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 他宣布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率定在7.5% 接近去年实际经济成长率7.7% 外界认为 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换挡 爬过快速上坡 目前维持稳定为主 除了经济之外 外界最关心的另一个焦点 在国防 中国和日本在东海岛屿的争议 自从18个月前 日本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台主权后 持续恶化 中国重申建设海洋强国的方针 并且对日本提出了警告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世纪 绝不允许开历史倒车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中国表明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不会妥协 同时也宣布了2014年国防经费增加到1300多亿美元 大约4兆台币 比去年成长12.2% 比照全球前五名国防预算最多的国家 中国仅次于美国 外界批评中国国防预算成长太快 中国外交部有话要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只端着红涌枪的童子军 也许在国外有些人的眼里头 希望中国总是长不大的童子军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 谁来维护国家的安全 谁来维护世界的和平 日本媒体解读 中南海有意牵制日本安倍晋三政府 为了强化战备提供根据 拒绝在东海南海纷争中妥协 也毫不意外地引起日本反弹 日本一方面反驳绝不会歪曲历史 一方面怀疑中国国防预算 没有反映实际开支 不过在外界聚焦 国防预算同时 有专家分析 2013年中国维护公共安全预算 要高于国防 而且这是连续第三年超越国防预算 显示北京当局认为 国内稳定安全比国防还要紧 请问安 人大开幕时 在习近平代理下 全体起立为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 罹难者默哀三分钟 凸显政府对反恐为安的高度重视 不过所谓的公共安全之初 不只是警察司法等方面 还包括了建筑交通以及公共卫生 对抗污染也是人大关心议题 最近几年各大城市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民怨沸腾 从3月1号开始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上路 对一家热力公司的锅炉房 开出了第一张法单 初步的监测结果 大体是二氧化流在350毫克升左右 那么这个单位执行的标准 是50毫克每立方米 这样的话属于严重潮标 虽然北京新法上路 但中央政府的旧法仍没跟进 今年人大也准备制定 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控制煤炭消耗量 禁用铅酸电池等等 为处理雾霾问题 提供新的法律基础 中国在这次人大会上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方针 为中国注入了新的动力 包括台湾在内的桌面国家 都应该要密切注意与因应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印度的国会大选 印度预计在今年4月7号 举行国会下议院选举 根据印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 有投票权的合格选民超过8亿人 这远比欧洲总人口7亿3900万还多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 这次的选举对于目前执政的印度国大党 特别具有挑战性 因为过去几年当中 国大党政治人物的贪腐事件层出不穷 而且印度的经济发展也没有改善 因此印度人民对于国大党的执政相当不满意 预料国大党可能会输掉这次选举 被迫交出执政权结束10年的执政 而渴望取代国大党的两个政党 分别是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小老百姓党 而目前身世最强的在野党印度人民党 总理候选人莫迪 已经准备在北方城的印度教圣城 瓦拉纳西角株下议院议员 作为他登上总理宝座的第一步 而印度政坛上的黑马 德里市长克里瓦尔 去年12月才以鲜明的反贪腐证件 赢得德里市长的位置 现在能不能再度以青年形象 打动印度选民赢得大选 受到各界的关注 印度2014年国会大选热闹展开 在造势场合台上候选人黄袍加深 台下万人空向 这个拥有12亿人的南亚大国 超过8亿人可以投票 堪称是全球最盛大的民主盛世 选民数量惊人 日程安排也大费周章 单单投票就必须九回合决胜负 从投票首日到公布结果横跨一个多月 这一次选下议院议员会启用电子投票机器 如果选民觉得所有候选人都不适任 正是可以填选以上皆非 向各党派抗议 选委会排定日程宣告竞选活动开跑 候选人纷纷举办逝世大会 其中以莲花为党会的印度人民党最受瞩目 作为最大反对党 人民党痛诚当今弊端 以改革者自居 在各项民调取得领先 外界非常看好人民党能够成功政党轮替 终结国大党长期执政 这使得人民党党魁莫迪成为最热门的总理人选 莫迪今年63岁 来自种姓阶级底层 父亲是穷苦的茶摊小贩 含团为的出身引起广大平民的共鸣与支持 莫迪省长卸任后 准备在北方省的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角逐下院议员 原本胜券在握 现在却可能遭逢强劲对手 原来在首都圈普受爱戴的小老百姓党 党魁克里瓦尔也有高度议员 到瓦拉纳西角逐下议员议员 如果最终成为定局 将形成在野最大两股势力的领导人 在同一选区针锋相对 让选情更胶着 更难以预料结果 当初风光当上德里市长的克里瓦尔 在任期间提议设立专责监察人员 打击官员贪腐 却遭到国大党与人民党联手杯葛 法案无法送审 克里瓦尔一气之下 死掉德里市长 虽然任官仅49天 恢复自由之身后 却俨然变成一批选战大黑马 印度几十年来 由国大党与人民党轮流执政 局势加化政治腐败 引起很大民怨 今年选战中 不止抗坦府为主轴的 小老百姓党气势如何 无论小党临利 加派候选人 如果大党不得人心 很可能造就一个 小党临利全力分散的国会 因此被视为印度近几年来 竞争最激烈的选战 在职政的国大党中地位显赫的政治世家 尼赫鲁甘地家族 政治接力棒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年仅43岁的拉胡尔甘地 成为现任总理新格的后继者 打算凭借年轻有干净的形象 延续国大党的政治前途 拉胡尔曾在英国剑桥 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育 出众的外表让他拥有广大女性选票 不过他只担任过一届国会议员 缺乏行政经验 可能成为总理之路的致命商 印度近年来经济成长迟缓 加上政府官员丑闻频频曝光 大部分选民对国大党政府 几乎不再抱持幻想 在野党候选人谁能够出现 结果将在5月16号见分晓 印度今年的国会大选一定相当激烈 我们将会为您持续追踪与分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贝都英人 贝都英这个名词 其实是由阿拉伯文音译而来 意思就是荒野上的游牧人 顾名是一 贝都英人是一群游牧民族 根据史料的记载 贝都英人原来是一群生活在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 后来随着游牧生活的发展 逐渐闪居在西亚和北非地区 而由于长期生活在沙漠地区的关系 使得贝都英人养成一种坚毅 豪爽 无拘无束的个性 骆驼是贝都英人最重要的家当 所有贝都英人的食、衣、住、行 都和骆驼脱不了关系 因此贝都英人喜欢把自己称为驼民 而在政治上贝都英人几乎不参与政治 而且也不承认部落以外的任何法律和政治制度 而只听从部落酋长的规范 这种特殊的政治观和法律观 让贝都英人成为社会中的特殊族群 不过随着时空的改变 贝都英人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在以色列境内的贝都英人 他们的生活已经城市化 而且也不再过着游牧的生活 相反的他们已经和现在城市人 没有两样住高楼逛大街 而且也接受以色列法律的规范 依法缴税领取社会福利金等等 而更特别的是 不信奉伊斯兰家的贝都英人 还可以当兵加入以色列国防金的行列 而除了居住在以色列的贝都英人之外 埃及的贝都英人也值得介绍 埃及境内的贝都英人 大多住在6万平方公里大的西奈半岛 相当于一个半台湾大 他们仍然以游牧生活为主要的生活方式 人口大约有36万人 大多信奉伊斯兰教 因为熟悉地形和集点的关系 贝都英人也当起了导游 但是自从埃及政变动荡之后 使得旅游业大萧条 让贝都英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对于目前动乱的局势 贝都英人相当希望 即将在今年事业诞生的新总统 能够稳定政局 进而重视新爱半岛的发展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和平稳定的日子 沙漠里一对姐弟坐在地上 用减十来的树枝生火 正准备煮水泡茶 他们是住在埃及西奈地区的游牧民族 贝都英人 这些人是在埃及西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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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萨比哈 弟弟萨尔曼生活辛苦 这个用茅草树枝围起来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家 骆驼是姐弟俩对外的交通工具 西奈地区位在埃及东边 人口大约60万人左右 主要是以世代放牧 杨汉骆驼的贝都英人为主 根据政府统计 这里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 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不能拥有土地 也不能从居 去政府部门办事情 更会造成很大问题 而会有这样的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申办程序太复杂 能够懂得有其他人 人不在身份证计计计 人不在身份证计计计计 人不在身份证计计计计 因为 这种原因 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在身份证计计计 在厚重量的 准复区 它们的 既然 我 我 在你身份证计计计 我 在身份证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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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办身份证之前必须要先办出生证明 让许多人非常头大 由莫民族逐地而知 哪里需要这么多官方文件 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过去三十年来 政府长期忽略地方建设造成的 我们应该说的確保存在多个政府 发现有一个剧院的剧院 例如比如这里的球技能 例如这样的银子 例如这些人的国家 还有一个人的剧院 是对很多人在其中央的剧院 但我们应该说 那些政府没有在30年代 都没有努力在政治上 是否在政治上 有些人的剧院 但是在政治上的剧院 他们没有努力在政治上 所以他们没有努力在政治上 政府忽略地方发展建设落后 民众早就心存不满 因此自从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被推翻之后 当地情势也跟着起了变化 费多因人开始宣泄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委屈和不满 也失微抗议还把道路堵起来 但是随着地方当局力量薄弱 伊斯兰激进武装团体也猖獗起来 最近一起炸弹攻击官方客的案件 就是当地十年来首见 费多因人并不希望看到这么极端的发展 随着中央政府准备举办的总统大选 他们也燃起了一丝希望 期盼能阻止极端团体做大 让政局恢复稳定 节目最后带您来看看 美国太空总署哈勃天舞望远镜 所拍到的新细玻璃奇景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接 我们明天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